大家好,这里是新闻麻辣说 我是歌手舞第五期 是一场补卫赛 就是说这次呢 有两位新的歌手进来 一位是林志炫王者归来 这一期呢 林志炫是一个重点 他在第一季的时候表现非常的突出 拿到第二名 这一次呢 王者归来 不过他这一次唱的歌曲真的很不熟 我之前有听说了说他要唱这首歌 所以我特定上网去找了这首歌 我听了你永远不知道 是林志炫的一首新歌 并不是一首很红的歌 也不大传唱 就是真的是很陌生 所以他这一次虽然演出很精彩 但是并没有引起观众太大的共鸣 从这一次的名次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即使我很喜欢林志炫 我听了也没有很适应 另外就是侧田 侧田是香港的歌手啊 他是从美国回来的 他算是在美国的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歌手 侧田老实说话我是真的不认识 我是完全不认识 我还是在这一次看到说有侧田参加 还特地上网去找了他的YouTube 就是他的影片 他的歌命印 并没有听出什么感觉出来 所以这一次在侧田方面算是对我来说是新的 我也是需要我自己去调试啊有没有一名惊人呢 呃我觉得没有 这一期以来哈啊几位歌手 呃除了迪玛斯 呃算是一名惊人之外 那后来补上来的像包括侧田 呃还有赵磊 所以我是觉得都还都算是还可以 并没有特别惊人的表现 呃我喜欢林依连的演出啊 林依连这一次还是维持到一样的水准啊 就是你对这位歌手可以放心 所以从这几个几轮下来哈 我想可以呃冲到最后的 这个首发歌手 我想迪玛斯呃林依连弹金肯定是会有了 那再接下来就是看肖敬腾的狮子和唱团 呃肖敬腾应该是好的 但是可是因为他要配合狮子和唱团 那他改变了他的一些呃演唱的方式呃 跟他表现的方式呃 那观众也不是很能够太接受 因为毕竟他们唱摇滚乐的话啊 摇滚乐在 在对中国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 呃很主流的呃的音乐类型 所以啊还要再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那这一次呢啊迪玛斯跟狮子和唱团的表现 我我我个人觉得是还可以了 不过呃听审团给他们名字比较后面 也算是写下缓身哈啊 像迪玛斯这一次呢 呃他唱的是英文歌曲 我发觉一个现象就是说 如果他唱英文歌曲和中文歌曲的话 他的名字会比较往后 呃如果他唱别的语言的话 会比较往前 呃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啊 呃我猜是这样子 因为像如果他唱他唱中文的话 还有唱英文的话 因为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语言啊 很容易就可以听出来 他在发音咬字上面的问题 呃不是很清楚 呃这个可能会有扣分 那别的语言的话 因为我们也完全都不熟 所以怎么他怎么唱 我们就怎么听了 呃因为迪玛斯很年轻啊 所以啊他想着尝试很多种 很多种不同的语言 但是我相信因为如果你不是 真的是念语言出来的话 跨越这么多不同国家的语言 的确是有困难 可能学到一些模仿到一些 但是并没有啊真正的学习着那个语言 就好像他第一次 第一期的时候他唱了法文歌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讲他 即使法国人也觉得很奇怪 他们也不打听懂他在唱什么 所以迪玛斯可能要在语言上面要再多加强 就是要呃学学一两个比较专精的 呃可能对他未来也会有好一些 不然的话他只能就一直在不同的语言中跳 是蛮辛苦的啊这一次赵磊表现 嗯怎么讲我不能说他不好啊 他就是这样子吧啊 接下来我我个人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啊 在这一些里面呢 呃我比较没有感觉的哈 就是没有这个connection的 哎就是赵磊跟张杰了 所以嗯再看看吧啊 看看那个他们下一次的表现如何 我试着去认识测田 只是我觉得像测田的声音是单薄了一点 呃再看看 非常期待第六期的演出